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我叫惠妮 我本身日程式 藝術設計方面的工作 目前也是 今天特意在中部的聯絡人之一 今天很高興大家 能夠來參加 一期大狗歡奇高雄港市 單車擦場 這本書的新書座談會 首先我先稍微介紹一下一期 他本身叫陳毅琦 他又叫做新一 他是荷蘭大學區研究中心的 不是候選人 同時也是我們基金徹醫政團的發起人 一期他這本書 他其實是五月初的時候出版 聽說網路的詢問度蠻高的 所以這本書幾張可能會有第二刷 然後所以我們可以想念這本書 他的念頭應該是蠻精彩的 那目前這本書他在台北 已經有辦過兩場的做談會 然後在高雄也辦了三場 然後我們台中今天是第一場 所以我們還蠻感謝哲伍 他能夠能夠給我們這個機會 能夠讓你一起 他能夠親自來和我們分享 他寫這本書的一些想法 然後其實 其實我拿到一起他這本書 有一段時間但一直沒有時間詳細閱讀 然後一直是知道今天要來當主持人 之後我才趕快等出時間 趕快詳細閱讀 然後我在讀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其實有 其實有蠻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就譬如說像最簡單的 愛核為什麼會叫愛呢 大家知道嗎 大家如果不知道也可以翻一下這本書 然後其實像我 像我其實我就是跟高雄有一些淵源 就是因為我爺爺他是軍人 所以他過世之後是買在那個 陳清福的中葉池裡面 所以說我每年都會回去高雄兩次 然後但其實我對高雄還蠻不熟的 所以我從小對高雄的記憶 對愛核的記憶就是 就是又湊又長 然後還有就是自來水不能夠直接煮來喝 對 然後但是一直到我出國回來之後 我再回去高雄 我就感覺到高雄 他好像就是變得比較不一樣 但我在讀了這本書之後 我就才發現就是有 就是高雄他這些年的變化和發展 他屁股完全是正確的 比如我們應該說有一些高雄 他原本一些在地的一些文化發展 應該是要給予保存的 比如說他書中有提到那個 搭工五金繞接 他是由就是原本之前 高雄他們有那個拆船業 所以因為那個拆船業的演變 就是發展五金這個產業 可是因為在市府的 就是他們的 不知道政治考驗什麼因素下 結果最後拆船變成現在的綠地公園 其實這是還蠻可惜的 然後還有 還有書中提到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勞動女性 勞動女性公園 就是原本的那個二十五淑女墓 他那邊有提到的全金獎的制度 他這個制度其實是 就是 他其實提到這個制度 他其實是直接或漸減導 是當年傳染發生 這麼悲劇的發生 可是其實現在在台灣 還是繼續保存著這種 扭曲的全金獎制度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的責任制 這些就是這些都是在一起來書裡面都有 他都有深刻的介紹到 所以我們可以 就是其實他這本書 他並不是一般的理由書 而是一本就是真正深入高雄 在地底史文化 然後來剖西戰後高雄 他政治經濟發展的一本身為科學書 然後我們可以從他每一天最後的注視 其實我看書就是我每一個都要看到 所以他的每一個注視 我都要每一個一個一個細版 所以我看的一版 所以他的注視真的很多 就是怎麼看一小段只有一個注視 對 我們就可以從他注視裡面發現說 他其實他是本書完成並有很容易 因為他裡面的每一個文字 都是經過他詳識的田野調查 跟他訪談而來的 然後很多資深跟社會產業中 瞭解到政治對高雄 以至於對台灣的影響 然後當然我們也希望我們台中 可以有這樣的一本書 就是來看到我們台中在地的歷史文化 當然也希望一起有空 可以幫我們寫一本 對 好 那我現在就先把時間交給一起 然後請他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惠儀的介紹 得下惠儀的感謝 我待會兒國台語很早 就是北京話跟台語很早 因為我跟人 很多人台地比較沒問題 所以我一人都在台語 讓我台語很早 謝謝惠儀的介紹 因為說他在台語很早 大家說他在台語很早 大家說他在台語很早 他在台語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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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個人身上要充滿很多反抗的精神 包括旅行 有很多人都是一種反抗 反抗什麼 反抗我們的主流的觀點 反抗我們的主流的觀點 以及我們反抗 你當然可以從很 就是說很直接的一種形式說 我對於目前台灣 當下的這種旅行的方式 我們就感覺到深深的不以為了 我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我們如果去露營 我們去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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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營有差那麼多嗎 台北和高雄 露營有差那麼多嗎 沒有 我去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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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是在哪一場 然後人家有問我一件事情 然後我的回答 我覺得倒是蠻 蠻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你用什麼形式來包裝你自己 你就會吸引到什麼樣的客人 也就觀光客來到你的國家 那我們用這樣的形式 只能吸引到這樣的觀光客 我們還要怪誰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孟臣路上 其實要怪的 如果某個天空也要怪我們自己 怪我們自己的意思是什麼 怪我們自己的意思是什麼 怪我們自己其實是 對我們自己的土地 對我們的相似 所居住的環境 其實我們是不了解的陌生的 所以我跟他說 重點其實 最好 最近跟那個什麼 是作文 是指考的作文 什麼神級度人 我現在講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要先 白省自身 跟最近的作文有關 OK 開玩笑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其實我先 剛才那個中山大學是 就是你們 我先跟你講 你去的中山大學 那上面那一塊 不是那個 以前 大家都誤解 它是那個 所謂的英國領事館 其實不是 那是英國領事的居所 英國領事的公館 OK 它不是英國領事館 英國領事館 英國領事館後來發現 它是三腳 上面那個 那個 那個聖功加須的建築 那是那個 英國領事 領事的公館 那是不一樣的 OK 領事館跟領事公館有差別 一個是辦公的地方 一個是區區的地方 OK 那還有那個是北京的朋友 念建築的 高雄人 你是高雄人 但很不幸的就是說 不好意思 今天我講建築並沒有很多 OK 所以這個要跟你抱歉一下 因為我本身也不是建築專業 但是我倒是在最後 我今天會講的故事裡面 因為今天是叫做 遇上政治 政治閱讀嘛 所以我會講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講的 就跟建築有關 可是它也不是什麼樣的 比如說那種古典的巴洛克 或什麼什麼風格 都不是那一種 或什麼日式時期的 什麼一官式建築都不是 反倒是什麼 反倒是那個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 具有國力當品味的一種建築 那我給大家看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這種建築要怎麼去歸納 這種建築要怎麼去歸納 但是非常的有趣 我跟你們講的故事之後 你會發現說 原來在我們的地景當中 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東西 其實你只要稍加留意 更細心的去留意去觀看 你可以看出不同的風景 那我今天的題目叫做 政治閱讀的意思是 因為我自己做的是 政治經濟的專業 所以我當然會帶著 所謂的政治的眼光去 因為我比較熟悉 你當然可以用不同的眼光 去做那個整個分析 我舉個例子好了 隱私可不可以 隱私你也可以從政治的角度介入 你也可以從那個文化人類學 或什麼的角度介入 所以我其實要告訴大家 政治閱讀是一種方式 它只是其很多種不同的方式裡面的 其中一種方式 所以我明明說一定只有這樣的方式看 那我今天要分享 只是我個人用政治的眼光 來跟大家分享 看到的高雄 它可能會不一樣 然後我今天講的蠻是高雄 我今天局限的是在高雄裡面的 過去高雄人所不熟悉的高雄港區 因為有太多的 譬如說現在我們 就週休二日的關係 我記得差不多十幾年前 開始週休二日 然後後來到整個台灣人 追求尤其年輕人的小確幸 開始流行之後 就年輕人喜歡小確幸 但我先講一下 我這樣是這樣 我跟不一樣 每一個人可以自己的主張 我都同意 我意思說我可以理解 你有這樣的主張 但我不一定量解你有這樣的主張 你趕快抬頭起來 那我可能會不同意 我會跟你辯論 但不代表說我的辯論一定是對或錯 但是如果要說服對方的話 你必須提出理由來說服對方 我覺得這個抬頭很重要 所以年輕人或台灣的人 喜歡所謂的小確幸 我比較不一樣 我喜歡大幹霸 大幹霸的時候 我不會騷擾 所以今天其實 在我們村裡面 我很多朋友跟他講 我過的公司在下旅遊 結果我發現不是 還有台中的一個朋友 台中的朋友是這樣 他是我老婆的親戚 遠藩親戚 然後他看了就說 你先生怎麼寫一本台獨的書 台獨史觀的 奇怪 那這不是旅遊書嗎 為什麼是台獨的書 中二勝 你就牽涉到政治之後 或牽涉到他以台灣為本 會做解釋之後 他就會覺得是台獨 這個都不對 我說不對啊 我說我只是講 你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的 觀點的一種書 那觀點本來就有很多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最近講來 既然講到這個 我講到課綱的問題有沒有 課綱問題 前一陣子 包括我們的那個整個 其實這個東西 台中的高中生 最近也是要款課綱嘛 但台中的高中生 比高雄的高中生 還弱一點 因為今天我跟兩個 高雄的高中生見面 那再聊一下 課綱的那個問題 因為我想要做一個 我幫你們安排一個演講 因為演講是可能會遇到 蔡英文來的場合 那就希望他們的心聲 我就說好吧 你們有課綱這個東西 那這個人可能 未來要當國家領導人 那我們就安排一個場合 創造一個場合 讓你的心聲可以讓他聽到 好不好 他們都覺得很開心 這是很好的事情 你去反應這件事情 可以讓他聽到 那在聊的時候 他們就聊到課綱 然後因為現在 進課綱都是什麼的 譬如說很多 有其中有一種講法說我反對 所謂的大中國的這個 整個史關的課綱 但我同時也不同意 你黑箱 或者說你用粗暴的手段 通過台獨史關 台獨史關的課綱 就程序正義 現在這樣 我說亂講 王八蛋 你中國史關的課綱 中國史關的教科書 給我台灣人荼毒了50年 你要講公平正義 我同意啊 你至少你讓我先 也荼毒你50年 對不對 你要講公平正義 我也可以跟你講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是很好玩 美國人一定是 以美國人為主體的課綱 OK 台灣人 不 英國人一定是 以美國人為主體的課綱 所以美國人不會寫出 以英國為主體的課綱 OK 一定是這樣 他的歷史書寫一定不會是這樣 所以台灣人當然理論上 就寫以台灣為主體的課綱 看出去的世界觀 一定是這樣 那只是說 你記得世界觀裡面 為了避免我們落入本位主義 我們一定要保留一定的 所謂的 我最喜歡講的 有口 就是Polish 就是要通風 不是蜜蜂的 那如果一旦蜜蜂 你就會非常的那個整個 就本位主義 但如果你是通風的話 那就可以被討論被修正 更何況 台獨史冠 台獨史冠的課綱 跟那個 那個有什麼關係 台獨史冠 史冠的課綱裡面 有好多種 一種是什麼 站在台灣人民立場的 史冠的課綱 所以台獨史冠的課綱 它還是有很多種 不過我愛議主席 我喜歡的意思是什麼 我喜歡討論這些東西的意思是 包括對政治也不迴避的一個 那個 台獨俠 你有什麼樣的意見 你有什麼樣的意見 我覺得都OK 反正民主社會 公民社會 大家就是要 有不同的意見分成 多元分成 但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場 跟價值選擇 好不好 然後必須要承認自己的選擇 跟意見的背後 都是一種價值 好不好 是這樣子 OK 這是題外話 所以我的這種政治閱讀 其實只是一種角度而已 一種角度而已 就像 當然這個角度 我認為我個人認為 它是一種批判性的 或比較相對激進radical的 一種角度 為什麼 因為據說有一句話是講說 美國的這個激進的歷史學家 都會從火雞的立場 來寫感恩節的歷史 意思是什麼 因為感恩節的受難者是火雞 對不對 所以他要從火雞的立場看 所以那個 如果正在火雞的立場 那感恩節就不叫感恩節 那是屠殺節 對吧 所以我那邊不一樣 看上去台東 看上去的東西 可能不一樣 看上去的事情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 那 這個是 OK 好 那我首先 我要跟大家講說 我其實也不是講整個高雄 我其實是選擇的一個地點 是在圍繞著高雄港區 因為高雄它是一個 我覺得高雄 有河登港的城市 是很美麗的城市 但是高雄以前 比如文化沙漠 它有很多刻板印象 比如文化沙漠 工業城市 藍領階級比較多 等等之類的 那 其實 就是說刻板 刻板的印象 某種程度上 也不是全然的錯誤 它有一定的那個 OK 比如說 男人好色 刻板印象 不一定所有男人都好色 可是某種程度上 我們知道 男人好色的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我的男朋友 給他管緊一點 有沒有 所以刻板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不一定完全正確 我們必須要這樣 那 過去 高雄 它是一個有合格感的 可是我們對他 比如說剛才誰講 那個愛河 像那個惠儀講 愛河是臭的 真的 在2000年之前 愛河你走過 我都臭到死 你知道嗎 然後從愛河這邊走到 愛河的那一邊 跟這裡一樣 愛河那一邊 以前叫沿城區 也是高雄市的市中心 然後跟這邊一樣 也是整個 有一陣子在 差不多90年代末到2000年 2000幾年 都沒落的蕭條 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我再猜是不是 你愛河是吵 你知道要過那一條 我真的很痛苦 所以以前在愛河 華龍舟還曾經發生過 什麼事你知道嗎 很有趣 華龍舟你要戴口罩的 高雄就曾經發生過 你就知道愛河多錯 在愛河華龍舟 是需要 早期錯到說 是需要戴口罩 這件事情是非常的 那個 這個也是國際的笑柄 OK 這個歌詠 但是我就覺得沒有關係 過去我們是怎麼的難堪 我們只要如實地去理解它 也不要去隱藏它 那才知道自己的問題 那下一次就讓它變好就好了 所以過題愛河 真的是湊咖會死 當然它有帶了歷史原油 那它是一個有河跟港的一個地方 理論上應該很漂亮 所以我選了這個點 十個點 就選愛河到沿著高雄港 所以我的第一章它是在 我這裡有寫完 這張圖好像很不清楚 OK 我這兩張圖真的很不清楚 反正它的第一章就在愛河那一邊 STOP ONE 然後之後到那個整個 那個 所謂的十三號光榮法頭那一邊 這裡這個都看得 這沒有 有沒有亮面 可以發射嗎 有 中間上 中間上 喔看到看到 OK 我們第一個這邊是愛河 我們的第一站是在愛河這裡 然後之後第二站到這個十三號碼頭 就是愛河駐港的地方 然後第三站到那個十二號碼頭的 真愛碼頭 然後之後到這個整個那個公園路 公園路第四站 然後第五站就會到這裡 這裡就是所謂的香蕉碼頭 然後之後是到這邊之後我們就到齊津了 常常去的都是齊津嘛 做渡能道齊津 然後齊津之後到大城社區這一邊 大城社區下來之後就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一個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在這裡 然後一個是戰爭和平紀念公園 之後就會到惟港口 我選的基本上我們的旅遊的景點 就是說我們踏查的景點是這個十個景點 那這十個景點很好玩就是說 高雄港是這樣 雖然我講高雄 其實我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從高雄在看台灣戰後的歷史 看台灣戰後的歷史 所以高雄這樣的一個選曲的一個角度 或一個範本這樣的一個case 這個範本其實它是一個看戰後台灣的 很簡單嘛 高雄你知道嗎 高雄是很有趣的 高雄本我都知道 比如說高雄它是加工出口區的前哨戰 全世界第一個以加工出口為名的 這種加工出口區在哪裡 叫做加工出口區其實很多 現在有幾千個 但是全世界第一個就在高雄 高雄加工出口區 對啊 我們台中的一個是盤子1970年 然後之後第三個在南子加工出口區 那台灣做出口導向它當然有一段歷史 為什麼會做出口導向 那它以高雄作為一個那個整個前哨戰 因為高雄港它是幹嘛 服務於加工出口經濟 所以你在看高雄港的時候 你看到的就剛好是 台灣戰後的發展的一頁縮影 所以我其實是想要用 回旅行的這樣的一個那個 我們的這個整個港區 從愛河到入港十個景點裡面 來重新閱讀我們的戰後的台灣的聲勢 所以它就是說喜歡高雄我們可以閱讀 但是想要了解台灣戰後 政治經濟發展的人 其實也可以閱讀 重新閱讀透這幾個點 來進行閱讀這樣的一本書 那其實我要講的是說 這一本書其實是包裝的 雖然我不是很同意包裝這件事情 可是還是要包裝就是說 它是包裝什麼呢 它是包裝成一本旅遊書 它是包裝成一本旅遊書 那為什麼包裝成旅遊書 因為台灣現在不太讀書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台灣人很鬧 就有一次我跟高一的一個老師 之前我還在高一教授的時候 我又跟他在討論事情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全球化之下 然後全球化之下導致 那個整個閱讀習慣 就比少年假一點點 閱讀習慣都變了 比如說大家可能一天會讀好幾本臉書 但不會看書對不對 就這樣 那這個閱讀習慣變的時候 就好像是普世皆然 所以他就講說 這個是全球化衝擊之下 然後閱讀習慣 然後網際網路 新興的媒體改變了 我就跟他說那個 林老師我都完全同一題的看法 可是有一點 就說八百十倍 八百十倍 在外國人同樣受到衝擊之下 因為他的汗燥比較好 就是他的肌燥比較穩 比較窄 所以你知道嗎 受到這個衝擊之下 他們閱讀量的降低 可能是一層兩層三層 我們不是 我們是腰斬腰斬再腰斬 所以我們從2000年 可能200多一到現在不到95 那這不是腰斬腰斬再腰斬 所以台灣的出版社很 就是說真的快活不下去 那閱讀量那麼低的情形之下 那我們怎麼能夠讓人家去閱讀 所以後來想來想去 包裝成這樣的一個東西 再加上我剛好這幾個點 他其實都是我覺得 是值得去探訪的一些景點 所以最後才會包裝成 所謂的觀光旅遊的 這樣的一本書籍出來 可是閱讀了之後 很多人都說被騙了 希望不要受 就是說好像作者騙人騙太大 其實不希望這樣 然後我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一直覺得 台灣很好 台灣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都說所謂的在地認同 本土認同 然後我們都一直覺得 台灣最大的問題是 國家認同混亂 以及國民身分認同混亂的問題 這就高度政治問題了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包括民進黨 我只要對民進黨頗有為之 因為我民進黨也會說 我們是本土的政黨 我們建立本土的認同等等之類 但問題是本土認同並不會說 我們要有本土認同 就會有本土認同 怎麼樣才有可能有本土認同 當我在荷蘭 我在荷蘭居住 差不多七八年的時間 我在荷蘭的時候 我很多荷蘭朋友 他帶我再走荷蘭的時候 當他很驕傲的 跟你介紹荷蘭長的什麼樣 這樣的一草一木 這樣的一個石碑 這樣的一些歷史典故的時候 他從來不會愛荷蘭 可是你從他驕傲的眼神看到 他就是道道地地的荷蘭人 他就是愛他的所生長的地方 他就沒有認同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 很簡單 因為我們對我們所追 居住的環境 城市 根本完全的陌生 所以我們如何能夠透游 在城市 OK 可能是只有周末的 這樣的兩天的時間 進行城市的這些 所謂的微旅行的時候 來重新認識我們的城市 一旦你認識了 就是說對你的城市的認識 加深了他的認識的時候 我一直認為說 這樣你就對他有三行鋼琴 你有食材料有三行鋼琴 一見鍾琴也有 但是通常比較少一點點 通常 OK 這一隻比較清楚 不好意思 我說一見鍾琴也有 但是你透游 對他的了解之後 對不對 我們對他的了解之後 我們真的會增加 對他的認識 增加對他的認同 自然而然 台灣人就了解到 什麼也了解到 我們這個土地裡面 你就在家裡 自然而然 你就一定身為 所謂的台灣人 所以你知道 如果有一天在台灣 不用寫愛台灣 這件事情是我荷蘭朋友提醒我的 他好像是2008年來 2012年很旺 他有一次回台灣 大選的系列 他回到我們的新聞跟他說 欸 一起來 你們台灣好奇怪 怎麼說 因為他看著懂中文 他就說 怎麼你們在台灣 還要寫愛台灣 難道我們台灣 是不愛台灣嗎 我都同語 你知道嗎 你知道台灣很好玩 在荷蘭你從來不會寫愛荷蘭 如果一旦要愛荷蘭的話 表示那個 就好像說 你要愛你的心臟 我告訴你 心臟就去處理 真的啊 如果你現在感覺到 你心臟在跳動 我告訴你 要嘛就是出現了trouble 就是心臟病啊 對不對 心臟有些問題 要嘛就是戀愛了嘛 對不對 心動了嘛 所以一定有特殊狀況的時候 才會感受到心跳 不然我們怎麼會感受到心跳 不會吧 正常的時候 你我現在坐在這裡 不會感受到心跳 一定是特殊狀況的時候 OK 所以呢 我們如何能夠透游為旅行的過程裡面 然後我們去理解加深我們的城市 然後認識它 然後用一種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它 對啊 你如果剛才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尋找到 你要怎麼介紹 我們自己的地方 給這些外國人 或外來的朋友去認識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的意思是說 旅行喔 在城市的旅行裡面 因為我在歐洲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我喜歡去小鎮看人家怎麼生活 這是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那不一定要到什麼知名的景點或什麼 但看他們怎麼生活 他們跟那個空間產生什麼樣的關係 這就是讓我覺得非常享受 在歐洲的生活 那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前陣子有一個日據 我覺得那裡面有一句話非常非常的好 他說 他是那個什麼叫做 Dr.倫太郎 有沒有 大家有看嗎 講精神科醫師的事 好像是第七集還是第六集 我忘了那一集 其中有一段 他非常非常有趣 但他倒是會這樣故意嗎 他那一段是這樣 他說裡面喔 就是有一個醫師 然後一個精神科醫師 那精神科醫師是說 你一定要開刀 把他這個東西取掉 如果沒有把這個東西取掉的話 會傷害到他的記憶的這個部分 他可能會失意 那那個 可是那個醫生說 如果我要開刀取這個東西 那個危險性很高 這個風險我不願意承擔 然後後來就做相對最安全的 那個開刀的方式 然後造成了他的記憶的喪失 然後記憶喪失之後呢 那當然他的命也救起來了 可是 後來過了十年之後他死掉 死掉的時候呢 那一個人 他去那個醫生去那個場合 就等於是他的那個整個 悼念的儀式嘛 去那個場合的時候 他去那個場合 他媽媽告訴你 為什麼你不要讓他十年前就死掉 為什麼你當時不要開刀取掉你的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 他說 當我女兒開完刀 身體恢復了 健康恢復了 可是他卻遺忘了我的存在 他每天醒來第一件事情都質疑 我是不是他媽媽 意思是什麼 如果沒有記憶 生命還叫生命嗎 生命是什麼東西 我們事後靜靜的去回想 難道生命不是過去我們 所有的一切記憶的初創跟累加嗎 如果沒有了記憶 生命還叫生命嗎 對啊每天都是全新的生命 然後全新的記憶 然後隔天又沒有又全新 有可能然後每天都在reset 所以你知道啊 十年前他媽媽早就在他的記憶中死掉了 所以他媽媽就很痛苦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對我們的城市 台灣人之所以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說 對我們所居住的城市 其實是健忘的 其實是健忘的 我們的記憶是很短暫的 是非常非常短暫的 對啊 我們對他沒有深刻 我們怎麼可能會有所謂的 記憶所細之處 我們就沒有記憶所細之處 就沒有魂牽夢影之處 就沒有講到什麼東西 講到我的家鄉就想到什麼東西 台灣現在可能有啦 用飲食啦 用飲食啦 可是也很難講 用肉飯飯肉飯都想到台灣 對啦 在海外的時候 我常常會想要吃 我常常會想要吃 這是味蕾上面的家鄉記憶 但是我常常說 滷肉飯那時候 各位 台中也有滷肉飯 有台中的滷肉飯 有的滷肉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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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那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可能 我們的記憶所細之處 其實在這個部分 後來 當 尤其在法國 他有一個學者叫P&R 他在講那個 所謂的認同的問題的時候 他用一個所謂的 記憶所細之處 來進行取代 也就是說 在這個整個那個 我們的那個 認同其實最根 不管它是物質或非物質的 它最根本的那個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 文遷夢裡的那個 那個 那個東西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要寫一個 讓我們重新去理解文程式 讓我們會因此 重新感動甚至記憶的流量 其實我就是在重新打造 或見過一個新的東西 那個東西 要解決我們 對於我們所居住的環境的敏感 那再加上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覺得 開箱的重要 什麼樣的重要 那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因為 東亞 其實應該是 離開日本之外 東亞所有這些國家 尤其我們這 韓國 我不知道 我沒去過 台灣 中國也是 中國應該也是 就是我們現在都是一種發展 那個發展叫 那個China是發展 因為它叫China 叫China China China是發展 現在都是China是發展 OK 就猜這裡猜那 我們的城市變化很快 可能三年 像中國最誇張的是 三年一小便 五年一大便 那台灣其實也變得 非常非常快 我們小時候的 這樣的一個城市 其實跟那個是不一樣 可是我在歐洲 看到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歐洲超有趣 尤其荷蘭 我在想說 荷蘭為什麼古色古像 後來才知道說 你要蓋新的房子 你還是要用舊的 那個整個 就是說你還是要用 譬如說這是 荷蘭都是因為是第一國 所以沒有像法國 那種大理石 所以它第一國都用磚頭 所以你知道嗎 你要去住 不好意思你在城區裡面 你也是長的房子 也是長的房子 你也是要跟他去 還有高度 很不好意思 高度不能超過 我們教堂的電機線 就這樣 人家是這樣 一代一代傳承 一代的 可是台灣完全沒有 你就拆了 拆了就拆了 拆了就完全就那個 所以我在這裡頭 其實也是在記憶一件事情 我在紀錄高雄 尤其高雄港區的 這幾年的大的變化 很多東西一定都消失 譬如說我紀錄的 12跟13號碼頭之後 會變成什麼 流行音樂中心 那13號碼頭是什麼 是軍用碼頭 以前只要抽到金馬獎 都會從哪裡出去 可是即將會消失 那12號碼頭 是現在叫做珍愛碼頭 那其實11號碼頭是誰 你知道嗎 其實那時候最初就是 台灣喔 在1970年代 我們是一個進口替代 進口替代就是 可以 進口替代的意思就是 很多國國 我們到1960年到1970年代 很多國國的東西 沒來平不能一百年 那沒來平要怎樣 就這樣 招輸 那是因為高雄港 11號碼頭招輸 他為什麼要招輸 因為那裡 潛水碼頭 是整個愛河住 高雄港的 這個整個入口處 所以他是河港交界處 所以他溼水比較淺 所以他的準備 不能填很大 所以是清清 所以叫潛水碼頭 都走到 走廣港 為什麼走廣港 因為走廣港 就是要把情報人員候送 你附有情報工作啊 你附有情報工作 你附有情報工作 這樣人就不會跟你吵 你就會招輸 所以高雄的 高雄港就是這樣起來了 高雄高雄港說 買不來平 甚至流通全台灣 有很多不來平的 他真的要買台灣的地方 所以過去你知道 我們可以抽洋煙來 喝洋酒 我告訴你 那就是潛水碼的洋煙跟洋酒 就是那裡 在我們 我們還沒交到 1980年代 沒有收到美國的B call 所以那時候 我們是1990年代 左右才開放洋酒 那後來這裡 有得到 我們的煙酒公賣 全部取消 那時候你要洋煙洋酒 那是相對奢侈的一件事情 那裡也不行 就類似這些東西 所以我說 從這些小故事裡面 你看到的 都是台灣戰獲的 一夜的 一種 一夜的新的歷史 這是用新的一個角度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 我剛才講的說 我的批判的整個視角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視角 那我的批判的視角很簡單 當然是 一種所謂的 政治經濟的一個批判的歪點 那還有一個東西 我必須告訴大家 台灣人很 就是說 有一件事情可能做不太好 其實裡面這位 有批判距離的 你首先要做一件事情 要理所不當然 好不好 你要把眼前所看到的事情 都理所不當然 不要理所當然 你認為理所當然的 它背後可能都大有緊張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要學習理所不當然 要混 好不好 這也是做學術的態度 所以我其實 夢城路上 淘汰畫畫影的時候 大家翻一下就要看注釋 我是用做學術的態度 大家想說 任何一個我講的東西 不是我所講的 它是有出處的 它可能是 來自於哪一個文獻 可能來自於哪一個那個 那因為這個東西找資料 剛才說有時候有什麼 找資料團隊 所以其實也沒有找資料團隊 OK 那是很很長的一個時間 所以這一本書其實 十年 是花了十年的那個工夫 從找資料 做訪問到那個 然後後來要寫出來 其實我三年前就寫好了 那後來會寫是因為 我常常不在台灣 所以希望說 我的朋友要到高雄找我找不到的 可以有一本書 可以按圖索記來玩 玩高雄 通常就是說 我當時的那個想法是這樣 所以呢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幾個故事 我也是說 當我們在進行整個城市回旅行的時候 我們怎麼進行 就是說會遇上政治閱讀 那我要講幾個故事 我講兩個 就是說 取兩個 那個小的case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事情可以怎麼看 事情可以怎麼看 首先喔 我先給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地方就是 高雄港三個買頭 他那就是金錢買頭 那金錢買頭 他那雖然什麼金錢買頭 但是 這個台灣的一個通病 就是說這些 歷史建物的空間 都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那個 吃吃喝喝的地方 好像只有吃吃喝他才可以 可以被保留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洋人比較少 洋人至少還有開 比如說 荷蘭有一間很漂亮的書店 它是幾百年的教堂 然後那是世界上很漂亮的書店 把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那個書店 那也可以 但我們都一定要吃吃喝 那我選這個香蕉碼頭 就是 就有趣的地方寫 這香蕉碼頭 其實裡面就有很多的故事 當你一個一個去探問的時候 然後我旁邊畫了一支烤鴨 不是畫了一支烤鴨 這個 這個報紙是歐洲的那個 歐好像是歐洲商報 給華人看的歐洲商報 這是在那個China Town拿的 在荷蘭的海鴨拿的 那因為我們常常 我們你知道 我們還是都習慣去自己組 因為我們這種窮苦的留學生 一定要自己組 所以呢 我們就會去那個China Town 買東西都要跑到海洋 那我們常常就會拿到 看一下他們這些華人的報紙 他們講一些什麼東西 或者有什麼特價等等之類 下次就可以有好看的 那裡頭就有一次報導 就報導說我們高雄北京 要變成北京烤鴨全聚德 那後來全聚德沒有來 變成北京便宜仿南 那這個地方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這個地方 香蕉碼頭這個地方 他叫香蕉碑頭 問題是誰 他香蕉碑頭 以前是不是賣香蕉 沒問題 現在賣香蕉 但你明白嗎 當然要問賣香蕉的時候 我還記得 我以前剛來這裡 這就是2002年 2002或2003 差不多那個時間點 他被高族市政府指定為立志建築的 所以那是很後來的事情 都這是差不多十來年的事情 所以很後來的事情 那很開心他也沒有拆掉 可是他是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說他是一個兩層的 一個碼頭 兩層碼頭 為什麼兩層碼頭 那當我開始好奇說 為什麼兩層碼頭 碼頭的旁邊就好了 旁邊都一層的碼頭 為什麼他只要蓋兩層碼頭 給香蕉散熱 那為什麼認真 原來我們才知道說 高雄的香蕉曾經是什麼 曾經賬台灣外匯存底 高達將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意思是什麼 以前台灣沒有外匯 對不對 沒有美元 沒有美金 那時候叫美金 想要叫美金 不是叫美元 因為在1971年之前 一塊美元 背後代表著一定量的 暗時的美金 所以以前叫美金 真的是美金 因為你也可以給美人去 換金子回來 黃金回來 這不開玩笑 所以真的是美金 然後當你在問這個東西 原來香蕉曾經在高雄 然後出口 然後而且出口到日本 可是當你去看到 台灣的香蕉像旗山 旗山幾乎沒有香蕉了 對不對 現在變那個香蕉蛋糕而已 或香蕉牛奶而已 幾乎沒有香蕉 那香蕉怎麼死的 那還有一年 當我在追這個歷史的時候 我發現那一年剛好 香蕉生產過剩百期 台灣有一年 我會記得幾年 差不多幾幾年才少 因為有很多地方 我們都叫它要轉型 要生氣費 給它補助 所以我們農藥 因為我們台灣農藥 不太可能 我是對農藥沒有研究 台灣農藥很可能 因為台灣農藥降 沒有百分之五的GMP 所以農藥被當作不重要 所以能夠費根的就費根 然後就給你補助 這很可憐的一件事情 然後當你在抓的時候 那為什麼旗山的那個 是是是 整個香蕉就這樣 從此走入歷史分消失 當你這樣一問之後 你才知道 股市最好去的 台灣的金正以前 紀元消失分消暗大 到1969年 下半年突然整個 嘎人兒子 為什麼 當我在追的時候 才發現說 原來香蕉背後的那一頁歷史 是一個政治鬥爭史 政治鬥爭史 什麼樣的政治鬥爭史 很簡單 因為這個金正出口出鏡 因為金正落下來 就是有一個交繩吳振瑞的人 交繩吳振瑞為什麼會落完 因為他就說 有以前動員看案時期臨時條款 裡面有一個東西 就不能夠什麼施注黃金 但其實他也不是黃金 他真的是金盤金碗 他也不是純金的那種金盤金碗 他可能只是一層金婆而已 他就用這個東西判他幾年 然後當他判了之後 我發現 很有趣的事情是 台灣的香蕉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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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問說 為什麼他可以用判施 白色恐怖嗎 好像也是 那為什麼 那原因又是什麼 如果最近 譬如說 他爸爸是以前台唐 是不是 台唐的案裡面 那然後 就當然有些人在說 他爸爸到底是不是 抓爬仔 所以才會導致於 他只說 做感化 但你這樣懷疑 倒是不太好了 我個人覺得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欸 它是一個案子嗎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案子 它背後又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當你去抓的時候 你才知道說 這不就是國民黨 尤其是獎金國 為了要掌權 的一段歷史的片段 那是獎金國跟宋美玲 的鬥爭 那裡面還牽涉到另外一個東西 你去抓的時候 才發現 我先把這個講 他們的鬥爭起來 就是因為獎金國 你知道 他是從情治單位 開始出來的 所以他的 要在1972年 接任行政院長之前 對不對 他所有的東西 都已經組抓了 只剩下一個東西 就是外匯跟財機 那時候上次抓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徐柏遠 徐柏遠 你知道嗎 台灣最大的 律師事務所叫什麼 台北議員 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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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李律法律事務所 創辦的人 兩個人 一個人是馬英九的老師 一家人馬英九的老師 陳昌文 那個三寨版的紅石之外 那個當事長 進一間 對不對 另外一個叫做徐小波 徐小波 他爸爸就是徐柏遠 你知道我 李律很厲害 李律是很厲害 李律差不多在2000年 還是什麼時候 有發生一件事 就是來裡面的人 捐款額頭 捐款多少錢 數十億 這間法律事務所數十億 沒得到 有厲害嗎 你知道他有法律嗎 六天 好 李律 李律 英爽的徐小波 在創辦理率的人 徐伯遠的習性 掌握財經大權 財經大權的宋美林掌握 所以他必須要用一個案子 把他給抓下來之後 才能夠接管 這個剛好就成為了一個 什麼 成為了一個試金石 就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把他給逗下來 其中有種說法 我們合理的懷疑 因為你沒有絕對的證據 但是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也讓蔣經火透的這一個案子 鬥爭的案子 把他掌握財經黨權 你知道嗎 最近我們的 不好意思 我要你拿出一下 我們最近的投東山裡面 有一項東西 大家就注意到 我們雖然投東山 但是沒有錢 還沒投到一項東西 一個叫婦聯會 你看什麼叫婦聯會 婦聯會是什麼 送媒人 送媒人 那時候叫什麼 反共康哥婦女聯合會 對不對 婦聯會 婦聯會你們在賠償怎麼賠償 婦聯會10年前都被賠償1千年 怎麼來 我告訴你 那時候只要禁出口 都會潑一筆錢 給婦聯會跟軍有舍 這樣嗎 這些錢你現在也得回來 那婦聯會成為誰的財產 成為婦聯會這個組織的財產 成為長工婦聯會以下的人 你們知道嗎 所以我也說特東山 都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如果想愛是這樣 因為你講壽美給掌握了外匯嘛 所以掌握外匯是不得了 掌握外匯是不得了 因為那時候 冠定價格是1比40 但是黑色那個好賣啊 所以你知道嗎 透這樣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跟什麼有關 跟比國頂有關 因為國民黨最喜歡吹噓一件事情 吹噓過去台灣是帶我為政府 他們有一群無私的技術官僚 創造出台灣的經濟發展 有嗎 但是我來報告 裡面一個作品也叫李國頂 其中有一個東西 這個當事人吳鎮瑞事後的回憶裡面 就寫到一件事情說 當時他就發疑是怎樣的 因為李國頂他們弟弟跟美國人開紙箱公司 就是那個水戈包裝的紙箱公司 他相信金融都是由竹籠 竹籠 竹籠要處理的時候不可以處理 不是竹籠 應該說 他要給他蓋設紙箱 但是吳鎮瑞堅持要用竹籠很簡單 因為我們不是拉丁美洲的那種大型農場 運輸條件很不同 所以我們還是只能保留傳統的 竹籠的運輸模式 他堅持要用紙箱 這件事是什麼 如果今天這個證明什麼 過去所建構的黨國的這一群 技術官僚無私的為台灣經濟奉獻的這一群人 這樣的一個事件其實背後是神話 這裡才能夠解釋一件事情 我再解問一下 過去國民黨 他都說過去公務人員 人家領18%是因為公務人員 我們薪水比較低 對不對 過去公務人員不好 待遇不好所以要領18% 合理嘛 是不是 你現在說的要領18%是怎麼跟你說 好 那你怎麼解釋當時所有的這些公務人員 後來幾 全部 他們的小孩全部都在美國 條件那麼不好 對不對 公務人員待遇那麼不好 為什麼他們都在美國 有人問過這件事情嗎 沒有啊 包括我跟你講 陳文成 跟陳文成最後 陳文成台大那個死掉那個 陳文成最後接觸的那幾個 後來被人家抓出來 追出來的名單 那些所謂的 可能有把他約談 然後做行求 那幾個人 有幾個名單 欸拜託 死了死啦 但是不死的 不死的嗎 為什麼警備總部那麼好看 所以我說過去 不要 真的不要 不要去相信那個 所謂的黨國 那樣的一個 所以你們家裡 都抓出了蛛絲馬跡 然後後來你會發現說 欸為什麼這一棟 香蕉棚蓋了一年之後 就不用了 欸當時候這是花美元的咧 花了八百萬美元 這不得了咧 那為什麼隔年 隔了一年多之後 就開香蕉冷氣 那個冷氣 冷氣庫 然後 香蕉直接都冰在冷氣庫 直接出口 這一個 變成文字管 為什麼 原來這是一個必案 當時候的文字管 當時的一個必案 因為他蓋的那些東西 他蓋的那些東西 不會用一 沒有太多純 因為純的那個 對不對 純 他這個 我應該用一張文款 這個 這個運送帶 他可以運五噸 但是 那個運五噸但純 那個跟八噸 所以不合 你聽我的意思嗎 不合的事情只要 用人工扛上去 比你用機器還快 後來才發現 這一個 這一個是誰蓋的 荔霸 王佑珍嗎 不是 你要去追 你才知道一件事情 這荔霸是 歐 之前死掉的那個誰 歐大名 的 爸爸歐明昌的 後來你才知道 歐原來荔霸以前 是被王佑珍 給收購的 為什麼 是因為 他老爸遇到一些事情之後 把他給收購 那王佑珍為什麼可以收購 有這些人認識他 原來他 王佑珍 就跑到美國 就是王麗玲 東森的老闆 王麗玲的老爸 王佑珍 你這些政商關係 把它一攤開來的時候 你才發現 完全 這是我們市井小民 一輩子不會知道的 一些事情 所以你看 從一棟建築物 你攤開的是什麼 攤開的是台灣社會這一塊 你從來不會 有媒體告訴你的 真正的包括政商關係 包括裡面的 歐洲目的這些事情 以及過去所宣傳的 全部都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完全都崩潔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完全崩潔 那我跟大家看一下 那時候的香蕉 你也自己開了 去選團 有副嗎 正香蕉 正到你看他們選團 去山龍圍 是開的 你選團有厲害嗎 你知道嗎 那時候香蕉多餐就好了 OK 這是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 在這一棟香蕉棚的旁邊 有一棟建築物 那棟建築物 就是招商局 然後台灣人也不知道 什麼招商局 對不對 但這一棟後來又被 那個整個給拆掉了 我就覺得很可惜 他被陽明海運給拆掉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招商局 那什麼是招商局 招商局是陽明海運 那為什麼招商局 會變陽明海運 為什麼 我那時候就要求要保留這一棟 可是我說這要蓋一個伯廣 很有趣 招商局它是清朝勞亂 不然到1949年的時候 招商局變成三個 一部份的 走來台灣 一部份到香港 一部份到中國 就是這樣 再到台灣了 到1971年 中國國民黨的代表 中華民國政府因為 失去了所謂的 代表一個中國的 合法的這個整個席次之後 他怕招商局的船隻 在國際上跑會被扣押 所以開始做證明 把它證明成陽明海運 所以搞去中國化 或者搞政府運動的屬於屍屬 是國民黨 很有趣喔 然後呢 你在看旁邊 有一個碑文 那個碑文就超好玩的 那個碑文 你會發現 歷史怎麼會是這樣 你看一下 建國大道 手中交通 台灣高 什麼藥港 基隆高雄 航權所記 國營是從 電池什麼什麼什麼 死雞散 航權所記國營是從 意思是什麼 航權 一定愛國營 你會發現 欸 這是當時1946年 當時建這一棟立下的一個碑 這也都不去 聽完都不去 我這個已經都找不去 那是我跟白馬 我就這樣對這樣做好比 我就來 就用相機把它保留下來 那你發現 不好意思 為什麼 那你會問 欸 對嘛 陽明海運都是國營的 而且陽明海運 還富有軍事任務 所以陽明海運 的董事長都是海軍退役 然後搞到現在 陽明海運 跟什麼 跟中國交通部底下 中原集團合作 你從這裡看到什麼 你看到了 是不是台灣現在的 政治的一頁縮流 從以前要港共 到現在對不對 輕重的一頁縮流 你從這些 看到了它的 點點滴滴的這些改變 有沒有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這 這 然後當然 我要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 這也是在那邊 畢五分 五分錢 在那邊畢五分錢上面 這個故事講的就是 陽明海運的故事 就是招商局的故事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蔣介石把85%的船 全國都給它 挫持來台灣 然後有些人說 其實是親共 所以挫持到一半之後 他們就那個 號角翔起 這一艘叫 海療號 再來 就是那個 他投奔中國成功 當時投奔中國 叫對他們為人 投奔自由 投奔解放 前說到台灣 就是投奔自由 投奔解放成功 所以他把他人民 比五分裡面 這個 這艘船做企業 那就是 這杯照來 由蔣介石 用來到台灣進行 他投奔回去 海療號 那這個 香港的陽明海招商局 香港的招商局 香港的招商局 我也香港的招商局 因為在草地皮 我賺很多錢 然後經營最好的 其實是香港的招商局 所以招商局 有一分為三 那是很有趣 那現在他們兩個又合了 那這個 這個東西 當我在講 這一段東西的時候 你看 這個東西就是陽明海運 我們現在叫陽明海運 陽明海運是我們這個很重要的 但他還是政府交通部底下 很重要的關股 關股 但是他已經是民營了 應該是公辦 我也不曉得 就有點像中鋼 公司化 公司化 然後政府掌握很大的股份 他已經不是完全的擁有股份 那這陽明海運 然後在二港口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二港口 是因為這個陽明海運 我剛才說的 他以前 我背給你看 國營是從 航權所進 國營是從 那你看到什麼 他一定要國家來介入 為什麼 因為害怕船舶投共 害怕船舶投共 然後呢 不知道 不只海運是這樣 海運是這樣 以前一般都從港什麼 只要全世界的船 去過所謂的共匪匪 就是東歐國家 共產國家 任何一個共產國家 三個月內不能來到高崇港 停泊 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可是很 你知道我們是有匪郡 物境的 那是很誇張的 然後呢 因為這樣子 你會發現說以前高崇港的軍事 一定軍事管理一定非常的那個 一定非常的那個 一定非常那個 連二港口 高崇港有兩個港口 我今天會用一個圖出來 高崇港如果 駐國高崇應該知道 一港口跟二港口 那個 你們中央大選那也是一港口 你知道嗎 OK 你中央大選耶 你的一港口 你們那裡不是西竺灣那裡嗎 那不是有一個港口可以進來 那裡就是一港口 然後在那個大林埔那裡 就是二港口 所以有一港口跟二港口 高雄有兩個港口 然後高雄兩個港口 倒是有趣 你知道 二港口你知道怎麼建的嗎 二港口的建 這個東西也是我追出來的 二港口是為了軍事用途而建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1949年陳陳 他跑來高雄港市場 說這樣不行不行不行 他跟裡面的人說 高雄港只有一個洞 就是中山大學這個洞 那敵人如果跑來 在洞口乘起燒船 我們就跑不出去了 那我內心想說 你是怎樣 因為你是也是啦 可以理解 因為他金服未定嘛 一路跑跑跑跑跑 跑到重慶州 跑到台灣嘛 對不對 但是哪裡不知道嘛 對不對不能再跑啊 有可能太平洋了 這很危險 所以還是要考慮到安全的問題 然後呢 可是你知道嗎 後來這個東西 1949年講了之後 就沒人做 因為以前也沒錢 到了1960年代 才被一個 因為高雄港的港部局長 全部都在海區 所以以前高雄港是海軍管 他的對義將也管 好 他管了高雄港 聽到了基層的員工說 陳陳陈總統來 他有講過這句話 他說 喔 那我們要演你第二港口 然後開第二港口 然後第二港口就挖得比較深 所以現在第二港口 通常都是貨櫃輪 那為什麼第二港口 會有第二港口 其實就是來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在哪裡 這個故事就之前 2009年日劇有一個很出名 演了三年 一年只出三期的板上之旅 大家有看過嗎 裡面講的故事 有看過板上之旅 很好看 他就在講那個明治維新 那一群年輕人的心情 用三個人的故事 那個子剛正規 還有那個子規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跟那個這個是秋山針之辣 這個人是誰 他們日本的作戰天台 天台 他就是在什麼 日俄戰爭的時候 日本他提出了一個東西 就閉鎖戰術 要把日本人封鎖在旅順港 把他封起來 不讓俄國人跑出來 當然那時候沒有成功 然後沒有成功 那這個人 那這一場戰役 你知道日俄戰爭 不是日本和俄國的戰爭 對孫中山表演 那是一個東亞弱小黃種民族 戰勝白種人 尤其是北極熊這種 正在興起的那個 的一個象徵 所以你知道 這個東西一定是 被他們所熟悉 所以後來呢 他就變成什麼 他就變成了 他們的所熟悉的 這樣的一個 那個整個 那個戰士 這個戰史上面 被被被被 被所熟悉這樣記載 然後就成為了那個 國民黨信徒 孫中山的信徒 所熟悉 所以當時候我們的二港口 欸 很有趣齁 一港口怎麼做的 你知道嗎 一港口齁 我們國民黨的一港口 中山台湾 那就是日俄戰爭 戰完了之後 日本佔贏 但是是產勝 所以他需要很多什麼 他需要很多台灣的物資 去幫助他們那個 國內需求 填補他國內需求 那國內需求 那要來什麼 那要有全島的鐵路 所以日俄戰爭 帶來了台灣的全島的鐵路 西部貫線 西部我們的 所以高雄的 高雄的第一個站 不是什麼 不是高雄港站 不是高雄站 現在的火車站 是高雄港站 就在哈馬仙那裡 現在鐵道國務館那裡 就是這樣的 這是日俄戰爭 二港口 其實某種程度也是 如果按照我這樣考察 它也是日俄戰爭 所以日俄戰爭 1905年的戰爭 日本人跟俄國人的戰爭 好像跟我沒有關係 其實 這樣拉近 例子拉遠來看 好像跟我們的息息相關似 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OK 然後呢 當我們走在這個城市裡面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跟那個念建築有關 就當我們在這個城市裡面 我在高雄這樣逛來逛去 尤其在港區 逛來逛去 我發現了一種很有趣的建築物 我剛才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理所不當然 對不對 你要把看似理所當然的 然後視而不見的 你要真的要視而有見的 而且要理所不當然的 怎麼理所不當然的 另外 我在我們的旗後 這邊就是那個 這邊就是那個 我們旗巾的渡輪 渡輪的那個地方 然後旁邊就有一棟 就這一棟 欸 這是什麼 這棟是國民棟的 民眾福福祉 然後呢 後來我想哇靠 這個還真的很厲害 因為你看上面就一個大大的檔灰 然後這棟建築好有趣喔 然後後來我去問了裡面的功能 你看 一樓天黑頭車 你看 天黑頭車 所以他都凹進去喔 二樓開小型的集會 三樓就開群眾的大會 我都很想要跟他做了啦 我們今天發展政團嘛 欸這個剛好 欸 一樓可以辦公 一樓什麼大人物 還可以在庭上 二樓我們可以開小型的會議 三樓可以做群眾的集會和教育 那不錯喔 民眾福福祉 你看到這個民眾福福祉 那這個民眾福福祉 後來發現說 欸高雄好多棟 而且都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我今天有一個功課 所以我們去找一下 台中民眾福福祉 就是長成這樣 你看是不是難怪 很像喔 這是那個 有的比較方正 有的比較不方正 有沒有 這個這一棟呢 這一棟在古山 這一棟呢 好像是在那個哪裡 在男子 然後你看看 欸 這幾棟也都很像 有沒有發現 這一棟已經被收回來了 成為高雄的病名圖書館 愛河編的病名圖書館 然後這一棟是前鎮的 那個整個社會福利中心 這一棟是婦女福福中心 這個是左營的那個福中 這個是林亞區的自公推廣中心 然後這個是左營的福中 都一樣 一考察下去發現 長得一樣的 全部都是民眾福福神 那你就問說 欸為什麼高雄民眾福福神都長得一樣 除了它的功能之外 這個像什麼 我那一天 因為我們在做一個導覽的時候 微旅行的時候 人家跟我說這個字像什麼 這裡像什麼 手 手 對不對 是什麼 中華民國 蔣中正 還是什麼東西 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然後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才知道說 欸 那為什麼到處都民眾福福社 那為什麼有一些回來 有一些沒回來 才知道以前的民眾福福社都是工產 對 私有 然後現在有幾棟還沒有回來的 是用廉價成租 比如我舉個例子 在大寮我沒有拍到的 大寮到什麼大寮 我們現在真的公布了 大寮一棟 我差不多幾天了 百多幅 百多幅 一年你知道 一年 一個月來應該一個月兩千多塊 我去到四 因為我們的辦公室 他又有 一個月兩萬塊 我還想過 我還沒想過 他還沒想過 這樣做一棟百多幅 一個月兩千塊 我還沒想過 我們這算到四 每個月都要二萬塊 我還沒想過 我競爭輸你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如果競爭輸你是應該的 因為我的條件跟你的條件 你都吃公家 你叫人睡 或人叫人 對不對 吃公家睡 吃公家 這個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所以 當我們去問這個民眾福社的時候 我們民眾抓出了什麼東西 抓出了戰後的台灣民眾福社 以及高雄為什麼民眾福社都那個 他有一段點故 那個點故 收起來就會非常非常的有趣 而且 會很熱熱 大家有時間的關係 我不知道 我可以說到幾點嗎 我要用十分鐘的時間 簡單簡數一下 之後 我們就大家可以討論 因為我也要跟我們 可以說什麼 不好意思 OK 然後外衣是 民眾福社 你知道什麼是民眾福社嗎 為什麼民眾福社 你去抓的時候 你才知道說 包括我們 剛才那個主持 那個哲武的志工在介紹中 我們哲武家 台中哲武有時候會談信念入陣 為什麼信念入陣 為什麼信念入陣那麼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台灣的服務 基層政治 靠服務 你沒有服務 你怎麼請 你怎麼入陣嘛 當然我們要問啊 為什麼政治一定要服務 政治難道不是價值 然後透過價值入陣之後 然後 因為我這樣想 比如說我主張 那個 性別 不同的 就是說我主張那個 多元成家 那我就把多元成家的主張價值 然後做成一個主張政策 然後通過這樣就好了嗎 政治不是這樣嗎 那為什麼要做服務 我跟你說 台灣的政治服務業 基層政治變政治服務業 國民黨民眾福神 所以你知道國民黨 他對台灣的危害 有很多東西 或對台灣的遺留 那個東西不是你表象看到的 那是長期下來的 在1954年的時候 他在全台灣 有200多年民眾福神 他為什麼200多年民眾福神 很簡單 因為1947年 他屠殺了 發生了228事件 他來這裡 他怎麼統治你 他面對一個有敵意的社會 他怎麼統治你 他怎麼統治你 他當然要建構 除了像王清平這種地方派的 那地方派的就是我們頭人 這個王秀挑戰王清平的 這真的大家應該知道 那為什麼 王清平 他很簡單 對他們來說 對1949年來的 這個人 對不對 掌握權柄的政治難民 他們 不管他第一代或第二代 他們覺得我是統治者 你王清平不就是地方派的 你是地方派系 你跟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你對我效忠 我給你好處 吳伯雄就這樣啊 所以中立客運 台灣客人全部他包的啊 不是嗎 所以管我叔叔什麼 吳鴻錡是不是228死掉 管他去死 很有好康啊 所以 做路仔嘛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對王清平嘛 想要去台 國民黨沒有分頭派 哪有二的派 好不好 我只是只有你一派 雙擊的心態 我們分頭也不用是這樣 不管 但我的意思是 他面對一個有敵意 說當然要建構什麼東西 除了地方派系 透了地方派系 來統治台灣之外 他要建構綿密的社會監控網 同時建構綿密的社會監控網 想知道可以怎樣 可以看嗎 他可以為200萬 一起過來的居民同胞 創造廣大的就業機會 包括要怎樣 欸 突然間 移民台灣才600萬的移民 150到200萬人 台灣不會狂啊 工作機會怎麼出來 對不對 對啊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民眾服務社在60週年的時候 他們出了一本冊子 就驕傲 他說 我們民眾服務社 去台灣 我來說 60年來 任何的事 服務都可以做 只有一個事情 做不到 春天都做不到 可以這樣搶 什麼事情做不到 什麼事情做不到 拿來 拿民眾生的孩子做不到 我說也不會 所以人氣的應該也很多 所以配的民眾生 叫你客氣 你客氣 這實在是 我認為他一定有很多這種事情 不然你們說 違格難道不是嗎 只是他沒有身為一點 對不對 OK 一定很粗 所以我說你們客氣的 謙虛的 國民黨實在是 難得看到國民黨這麼謙虛 說他什麼事情 什麼服務都可以幹 只有這個 這種幹不了 你有知道 什麼事情 他可以幫什麼 民眾來掛地方 收割著就是他 掛地方會就是 他可以幫民眾做議整 他可以這樣 幫民眾做什麼 做課後輔導 課後那個托育 什麼什麼 民眾不是完全辦得到 完全辦得到 在那個國民黨的地方黨部 一個地方兩個招攤 那為什麼會蓋成這樣 因為這些建築 都在高雄的1970年代蓋的 1970年代 剛好講 中華民國遇到 所謂中華民國遇到的問題 什麼問題 被取代 例如說一個中國 他獻出山寨版的原型 你寫山寨中國 人家的正版中國 你趕快推出去 這樣也對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美國人說 我不要跟你當鬼 我要跟他當朋友 有沒有就這樣 就這個過程裡面 風雨飄搖 怎麼辦 所以蔣介石就提出了八字爭點 雙鏡自強 楚片不新 所以民眾服務社在告訴我們 大規模的建立的時候 就是要告訴民眾 我們所不在 所以你看 欸 你們如果這裡有人 騰氣管 氣管裡面有一個名字叫CIS 叫企業識別 對不對 企業識別很重要 像我們哲武也有企業識別 我只要觀點一下貓頭鷹 我有什麼哲武 全台灣的哲武場 有這隻貓頭鷹 有嗎 是不是 都是在耳智慧的女神 我們就開始聯想 這就是企業識別 那就是國民黨的企業識別 對不對 車輪排的企業識別 我告訴你們有所掌 所以197年代 在那樣的一個空間 那樣的一個氛圍 長成這樣子 需要告訴大家 欸安心 裝心自強 楚片不新 你不會都在的 OK 但意思是說 你們也不要躁動 因為197年代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反對運動 趁由國民黨在外交上的私利 來攻擊他的女人 對不對 1977年代 有中立事件 那不是嗎 1979年代 有美麗大事件 那不是嗎 就是這樣 所以在那個時候 高雄市的王玉雲 就任內建構了這些民眾福祉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代國會沒有用 高雄市政府的主管 跟高雄市的土地 那些 蓋這裡的民眾福祉 國民黨去 國民黨去 所以說這裡的東西 就是 這裡有很多董事 都不會躲回來 這裡 你看看 這幾棟 像南京一棟 還會做的 那一個月的雜金 比我高雄自己做的 總共不得上 我不知道好伴這裡要錢 一個月多少錢 我不知道 有可能好伴 雜金還比我們高雄 民眾福祉 雜金還貴 拜託 我們做小的工作 我們雜金 比民眾福祉 比民眾福祉 這非常非常責 你們 因為我們貴感 老議題了啦 不要再講了啦 但是老議題 我告訴你 如果老議題 你永遠沒有跨過去 這一個永遠放不過去 他就沒有辦法往下進步 當然不是這樣 都沒有要 各個問題的改觀 所以我都主張 我們一清多層 把這些問題的改觀 這就是我們高雄 在辦的一個 黨禪委履 我帶大家去看 這個民眾福祉 然後也對我們這個建築 高雄朋友 他在念建築系的 這個朋友有一些交代說 我們高雄 我對那一些古典的 什麼樣的日治時期的建築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感興趣 但我對這種 很有特殊意義的 具有所謂的 文化暗黑之產的 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非常感興趣 因為 你不覺得嗎 這種東西看久 還滿賞心悅目的 為什麼這樣 我都覺得也很想 應該像是要找 看得懂八卦風水的 來看一下 這種建築的格局 但是我現在能找到的就是 因為我是洋裝的 因為他們定義很深 我去做採訪的時候 那個定義很深 我是洋裝 然後我是一個作家 才不知道的 我沒有那麼簡單 拜託 所以有時候 我們還是比較抱歉 其實我還要再跟他 對於我跟佩佩大哥 天下主要來的 他也是覺得 可能被我欺騙 但是我覺得 對國民黨應該還好 剛好而已 不會太過分 我其實是蠻有研究倫理的 但對他應該不需要 對啊 OK 這是我這裡的 所以我其實要跟大家說的 你看 我們高雄電影圖書館 其實台灣可能好像只有 兩個到三個是做定管的 高雄一個 台北一個 好像新竹一個 好像 那我在台中還沒有 那我意思是說你看 就是說這邊後來 比如說艾琳娜的四天 就在這裡不放大 所以有一些 你覺得還不錯的 這些文化的那個 他這個政府的公共空間 他就可以那個 但是以前是 國民黨的那個 民眾分析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對不對 這只能服務國民黨 所以你看 我們把這個工廠的話 之後 把被佔據的工廠拿回來 你看 都對我們的城市 可以增加多少的那個 但是不要跟改大結構 因為我們這樣才有故事可以講 你看每個工廠一樣 你看 要考察出這麼多洞的歷史 你看 有多困難 還好他們都長得一樣 所以不會 不會很難區別 不會很難區別 所以 當然 感覺就是 看九頭其實是 一開始覺得醜醜的 而且看到那個車輪跑 但九頭還蠻賞心悅目 嘿嘿嘿 你就知道這些東西 我是蠻開心的 如果考察出這些的時候 我在睡不著覺的時候 OK 這個是 我們家各有的家民政福祉 那或許台中有 台中其實有很多那一種 所謂的暗黑文化資產 當然其實有 OK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要首先 像我在台北有一個朋友一起說 文化資產 首先要文化資產 才有文化創意 透過你的那個整個 你的知識 你的創意的加分之後 它才會產生什麼 真正的所謂的文創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我就跟他開玩笑 那暗黑文化資產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我覺得應該可以 OK 所以我是覺得以後 想要在高雄搞一棟暗黑文化資產 來用 應該是蠻有趣的 OK 這個是另外一個頂部 台灣的民眾福祉 就這個所謂的藤杰島 這個藤杰 這個藤杰是 它就是什麼你知道 它就是台灣的法西斯 國民黨法西斯的見證人 當然它已經死掉了 因為國民黨法西斯 就是藍衣社 例行社 就是它創立的 藤杰 那這個人在李登輝 當掌權的時候 他們都是老賊 當時候老賊 然後他們曾經幹嘛 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要澄清謠言 是因為呢 他們呢 曾經在中山堂 舉辦一個大會 準備要募資 然後要暗殺李登輝 要募槍喔 買槍暗殺李登輝 然後後來這蠻好笑 他們就說 那時候他們都八九十歲了 所以他們是從一路 從憤慶到憤中到憤老 他們年輕的時候是笨入青人 才會幫蔣介石 創立所謂的法西斯的 這個藍衣社的組織 法西斯藍衣社 就是我們警備總部的前身 好不好 就是說情治的這些監控 就是這個人搞的 這個藤杰 有功啦 因為他首任秘書長 然後裡面 我書裡面都講 但我要講一個好玩的東西是 那一年差不多1999 他們要募槍 然後結果在台灣只募到五千塊 我實在算八了 因為同一年 1999 1990年 我還是高中生的時候 我就騎機器上下課 我沒有騎腳 我那一年因為騎五十萬 那時候又很流行那個什麼 Yamaha三頁 然後屁股像很高的那一種 你知道 你就覺得很帥 然後騎那種車 然後沒有駕照 就一次被警察完下 我就罰到六千塊 然後我心裡很幹 我說你們這老賊死亡活 你看到這個資料 我就說 我們罰單 因為那一年我記憶很深刻 因為1990 靠北 還給我撩六千 還給我心腦痛 1990 然後結果這些老賊 他們要募款 要買槍殺禮燈會 才募到五千塊台幣 我只要打下去 我被罰款 紅單就六千塊了 所以這是一件 讓我記憶很深刻的事情 這是題外話 然後題外話 所以我要講的一個東西 今天我要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從這幾個頂部再講說 其實在城市裡面 我們只要帶著政治的眼光 對不對 有這樣的一個敏感度 其實我們看到的 我們城市的地景 或者空間 你也在跨著中國黨官的裡面 那一個東西 可能真的是凝結了帳 或台灣的某一些 一個歷史時空的片段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講 是因為要旅行之前 要從旅行帶回東西 首先你要帶著知識去旅行 對 所以當然要問我的實話 看一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帶著知識 然後在城市裡面探險 會非常非常的有趣 真的會非常非常的有趣 歐洲之所謂的 因為在這個角落 在這個屋簷 在這個整個那個咖啡廳 它可能就有什麼事情 曾經發生過 比如說 在那個我們荷蘭阿武十二丹 有一個紅燈區 紅燈區旁邊 當然除了紅燈區之外 大家都會去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hostel 這個hostel 馬克思曾經住過 就是那個寫 起草共產黨宣言的 曾經住過 這時候就覺得不一樣耶 然後開始 馬克思難得到來這裡 幹嘛 這裡紅燈區 難道 後來你就開始 會有所想像的 有沒有 對啊 就類似這些東西 就像我裡面書中寫的 黃飛鴻 可能到過高雄 黃飛鴻到過高雄 黃飛鴻真的有這個名字 吳明講 他真的可能到過高雄 因為那時候 他是黑旗軍 劉永福的 什麼 教頭 那因為他在高雄三塊厝那邊 有一個前哨基地 然後他在那個其後炮台 炮台就是劉永福的那個 那個義子劉真良 在那邊練兵 他當教頭 難道不會在這裡觸摸過嗎 欸我曾經在黃飛鴻 無音調的天空下 鬥油 這樣你當你去炮台的時候 就會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這而已 你有故事 我告訴你 你看到西松平常的角頭 都會變到西松平常 他都會變得不一樣 這就是我說的什麼 當你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對他要產生情感 你對他要認同 你就會有記憶所欣之處 那這位一位台灣人 其實就是要跟我們自己的討論 那有一天有外國人來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分享 說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社群到底是什麼 這個東西其實 從他們看我們的眼光 你們看他們就自然來 這個不用解釋 你們就是所謂的這一代年輕人 叫天然獨 這邊有什麼好解釋的 台灣就是台灣的國家 有什麼好解釋的 然後凡是台灣人 一定是台獨分子 就像凡是美國人 一定是美獨分子 你有聽過美獨分子嗎 沒有嗎 有聽過日獨分子嗎 中國人是不是都是獨立分子 是 因為都是中獨分子 所以台灣人當然也是台獨分子 我們的天然獨就這個意義 OK 就是這樣而已 那其實這是我最後 其實我寫這本書背後最重要的 所以我的一個好朋友 在法國的一個好朋友說 這一本書是在地子弟的一種政治宣言 我說這樣解讀我非常的同意 這就是我的那個旅遊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帶著政治的影光 來看我們的城市 那可能或許會看出不同的那個 那台中的版本呢 這一本書是拋磚引玉 那我不可能寫台中 因為這個真的要花 至少要十年的時間 這跟你們台中人 要的政府 我可以做的是 把我熟悉的這些城市 我可以去講 但是那屬於台中的 那我是希望說大家可以這樣去 旅遊就會變得不一樣嘛 旅遊就會變得不一樣 旅遊就會變得不一樣 않고 不會 只是到高雄就去吃吃很良 比如說 有 tweeted有寄給他們抓誰 你看 旅遊在他出身上 使用啞秀 使用啞 Điv 你看看,我們去你們家庭面 你看那個是那個教會,那個教會是什麼? 那個教會創辦的教會裡面,其中一個是 那個教會的人就沒有孫中山 你知道嗎?今天的,那個世養,那個叫蜻蜓 因為有一個倫敦蒙安寺,那個倫敦榜架寺 那就是那個教會創辦的其中一個 Hedry Mansion,就是很重要的熱帶醫學之父 打狗醫館,就是他把孫中山去做,沒有他就聰明了 所以我一直說,當你這樣看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連散了,都連散了 對啊,然後我們去的那個地方 你就會對他記憶非常非常的深刻 那我跟大家講,我住過的地方幾乎我都能夠到南 例如澳門,我在澳門住8個月,我可以到南 我在香港住2年,我當然可以到南香港 我在荷蘭住那麼多年,我當然可以到南我的小鎮 所以我意思是說,我到每個地方都會用這樣的房子去貼近它 那我也期待,我們住在我們的城市 或許我們沒有那麼常流動,但既就讓我們趕快 就說,重新來理解我們的城市 那我帶著政治的眼光 你們可以帶著不同的眼光去看,對不對 帶著飲食的眼光,因為飲食地圖也可以 音樂地圖也可以,什麼都可以 但是一定確定要平安心,要Push去 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奕琪為我們分享 那其實他剛剛講的那些都在他 這本書裡面都有 然後其實還有更多更多有趣的故事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來買這本書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帶 所以如果大家有... 對,某克蘭有,某克蘭有 大家可以上某克蘭的ID 然後大家等一下也可以跟我借來翻閱一下 然後不知道現場有多少 大家對於一期這本書有什麼問題 我有什麼都可以問 對啊,有什麼都可以問 有 我剛才不是有什麼都可以問 謝謝,很精彩的演講 那就是想問說 你一直比高雄都要顧好 你在高雄都住這麼久 然後你把每一個觀察的這些小建築 小景點去找到他的故事 然後寫進來 請問你的資料來源 哪有沒有一些美感 你要這樣這樣一個人 因為低哥倆有說 好一項有說 小昏妹妹現在大概三十六千 好像這樣最大 所以美感很重要 開玩笑 我說美感很多 訴說我的資料其實來自於文獻 當然啦我可以比大家更容易 抓到这些资料行李 就是说我在河南写国事论文 我其实就做高雄港研究 所以我在档案馆待了很久 我翻阅了50年的老报纸 然后的老报纸 那我在档案馆待了好久一段时间 好几个月一段时间 在国使馆 在不同的档案馆 然后高雄的档案馆 然后我做口述历史 做口述历史 就这几个主要的来源把它拼准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 写这样的一本书要 前后花我十年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十年我一件嘛 所以很多人就说 他要写台中 不然不打不打斗 没有那么多青春 这很累 这需要其他的人 所以我都觉得说抛转领域 所以档案很重要 然后档案的话 你要找档案的话 或找那个我建议你从一个东西 那个去问人家 就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从攀谈的 然后问那一些其他 问一些这些故事开信 然后去找老报纸 找到相关联带找老报纸 那报纸以前的报纸 现在报纸都不能信了 以前威全时期能信吗 对不对 所以报纸不能够信 所以不能够完全信 但是你可能知道说有什么事情 那个发生 那但是你在看报纸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倒是有趣 就是说如果你一路这样看下来 你就会看出他的美感 比如说什么事情 你会想什么 你会想想 你会想问我这一定有鬼 所以我读老报纸也读到 那种敏感度出来 所以那个长期 就是说档月老报纸也很有用 现在是这个 然后当你知道这些那个时候 你再去找 回去找文献 相关的文献 档案馆的文献 那台湾一件事情做得不好 就是我们的文献保存得非常不好 非常的不好 然后这些话都是 这些 为什么这个岛屿会失意 你知道我在荷兰的时候 那个我的很多的朋友 他们做400年前的台湾 都是看海牙 那时候所谓的那个荷兰人 在台南的巴达威亚 除了巴达威亚这些地方 还有很多的 当时留下来的那些 那个他们的记录 非常非常多 400年前 那台湾呢 好啊 10年前早就不见了 而且如果跟政治高度相关 都被清掉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不见了 这个 然后 所以我才会觉得 台湾是活着吗 没有记忆 是活着吗 对啊 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长新的一天 对啊 然后呢 这是台湾 所以我说 我对记忆 我比较赞养这件事情 对 大概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访问很重要 跟人家攀谈很重要 真的 嗯 从这里来抓 做什么 当然要带着冰蛋布 大概是这样 今天讲的这些信音有没有 就是我觉得 应该可以把它做成一系列的八卦 因为八卦我们不一定要百分之百正确 虽然他其实是很 听起来是很有可信度的 其实是可以PO在八卦盘上 那可以很多人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未来折武的人真的 就我们这群人 其实要扩大的能力不是很大 所以这是我刚想到的一个可行的方法啦 对 然后有一些比较跟书没有关的 就是 再问一下 就是最近不是那个 中国他们要过去 现在要改用晶片卡嘛 然后 就是不知道心里有什么看法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跟中国也是需要交流 那我们 要怎么样跟中国交流 你觉得比较好 然后还有就是 荷兰 比较没有关 就是荷兰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能源政策 还有绿能政策是怎么样 对 一个就是那个 他们把我们的台包账台 改成那个卡 对 你在问这个吗 其实我也知道 这个单方面 别人知道我们是怎样 我是不知道 蛮久不可能拒绝 我是建议大家 就尽量不要去中国 或是这样 因为我会这样建议是因为 反正我也是香港的黑名单 嘿 那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 我 然后我不敢去中国 我现在不敢去中国 因为我会被 为什么 是因为基金车被中国 直接点名三次 直接点名三次 而且在他的那个 台湾周刊有点名 然后琵琶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们那么和爱可亲 只是 回来爱有家乡而已 然后就被那个 那这个部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它改成那样 那就是说我们尽量能够 就是说 尽量能够去其他的地方 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 台湾的头头来说 台湾的发展 不是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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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也是 China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像 所以我们应该要多走 一种 不是China China 的这种国家 所以人家可以这么做 因为人类有两百个就这样嘛 所以不需要 一定是那个 所以就不要 像我就不会去啦 那当然我不会去 我自己也有 因为被抓了 没有 真的 真的可怕欸 对啊 这是我的 在香港公共 我在香港住两年 我为什么会成为香港平民 但是因为 其实我跟你讲 大家都说 这个右派 说西里右派 使台独了啊 完全大错特错 全台湾啊 跟中国的民工上过 劳教的 我看我那三只手指头都说出来 不是一个 我是帮中国民工在组工会的人喔 我是没有讲而已啊 所以你知道那些台湾的左派 或者所谓的左教或左统 他们就说 对 包括我个人的一些 真的 我很多事情不能讲 我个人很想扒下去的话 ok 那我两千年就在做这种工作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地球上有很多国家去看看别的国家 不是拆纳拆纳拆纳 然后或许可以从那些国家得到领寒 到中国不会得到领寒 那这样就不会有那个问题 对吧 只能这样啦 ok 这是一个啦 ok 然后第二个是说 你说那个 那你就不合啦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第二个是说 第二个是说 我中国交流 我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跟中国交流应该 也没有办法做更 绝对就是断了 我说跟中国交流这个问题是假问题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我们现在是交流太多 不是交流太少 对 应该是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降低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交流 比较正确 不是 我们现在能够说的 会相对正确的 就是降低 对他的交流就是最正确的 不是 大家会觉得我乱扯不是 我举个例子好了 台湾 就是说全世界没有这样 比如说 包括台湾是 台湾那么小 是一个tiny island 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半国 我们这么小的亲密之下 你看我们有多少的那个 我们对中国贸易依赖度 是世界第一名 然后我们贸易依赖度 已经超过四成了 第二名才两成 韩国啊 韩国这边不是很吵啊 就是因为中国差了他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四成的时候 不是说 我们怎么健康的交流 不是 当你这时候就是 因为依赖度高 所以我们说 我们怎么健康的 跟国际交流 这才是问题所在 因为四成的意思是 你跟国际交流减少 所以重点会是 如何跟国际交流 而不是 当你整天想要跟国际交流的时候 跟中国的交流就会降临 对吧 对吧 就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要问 如何跟国际 重新产生连结 对吧 而不是说 那我们也不 因为你那个问题 会预设是说 可是我们还是要跟中国交流啊 你的 你那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是 yes或no 或者说0跟1嘛 你的意思是 交流 国民党就是要交流 民党就不交流 假设是这样的话 就会0跟1之间 说没有 不对 现在就是交流太多 所以重点不是 跟中国如何交流 交流多少的问题 如何健康的问题 重点是我们跟其他人交流太少 所以如何加强跟别人交流 然后扩大跟别人交流 来降低跟中国交流的比重 那对我们也就安全跟健康 很简单一件事情就好了 当时服务业 服务业贸易的时候 虽然服务业贸易好像 现在怎么了 服务业贸易协定是 通过还是没通过 没通过 但是为什么服务业都进来了 网顶也被买了 房地产都买了 这些不是都服务业吗 所以有没有服务业贸易 好像都没差 他才会用行政规矩开放 所以你知道台湾人都不知道 这些花很多的希望 包括我刚才在讲的 你知道刚才那个 我刚才那个二唐口 一开始是因为军事开凿 你知道吗 二唐口现在吃水又浅了 因为现在船国更大 所以他在二唐口外面又要 填矮盖一个洲际货贵中心 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洲际货贵中心是 中国入土三层 洲际货贵中心是唯一 美国的航空物件可以 停靠的地方 中国入土三层 好你要知道 李嘉诚曾经想要把 巴拉玛运河的一个 那个码头还下来 美国国防部介入 所以你怎么不知道 巴拉玛运河 巴拉玛运河可是美国后院的 但美国屁事 连巴拉玛运河 他要紧张的要命 他要跟他介入 然后后来李嘉诚 你知道怎么才得到中国通统 很简单 他说我真的不是中资 拜托一下我是港资 我今天也是中资 他要见你 你随时国防部 来查我公司的账 随时帮你 他用这样的方式取信美国 对啊 我的意思是 台湾是这么没有国防概念 可是看起来已经好像很好 有点悲观 对啊 还蛮悲观的 对啊 那还是说 所以你知道 就讲一件事 大家不要以为2016 就是2016 才能选上的 没有啦 因为2016才是台湾 真正的难题开始 我有一个例子 我马上跟你说 你收起来 你怎么 台湾人 我跟你说 收起来 要不要 就开始靠北了 对不对 啊 蓝绿一样 你串文党串也是一样 看工资没升 物价没下跌 经济还差 靠蓝绿一样烂 这只都一样 对不对 哇 死了 会不会 所以我跟你讲 2016才是台湾的关键 2016一定要赢 但赢了 赢了不代表那个 然后2018 当你这样干掉的时候 2018就会变什么 就会变怒头国民党 教训民进 然后2020 国民党就回来 然后我说 你这请大家干吗 干吗 的确的吗 很悲剧 对不对 是的 的确很悲剧 所以我的意思是 可能这个东西 都要重新新的一些思维 都要新的思维 那荷兰的绿能政策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荷兰 因为我不是做能源政策 但是一件事情 荷兰是这样的 就是说 当我到荷兰的时候 我就是误解 我说 我以为荷兰是工业国家 我以为荷兰是农业国家 它是西方的工业国家 为什么我以为是农业国家 因为五分钟 从阿姆斯特丹走出去 五分钟 就开始牧场 都是田 然后郁金香 我就靠北 这不是农业国家 什么是农业国家 干人家 我台湾这是工业国家 因为我走那个台铁 一路破杀到台中 完全几乎没有农田了 怎样 我们全部都是那个工厂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一条我要做 一件事可以做 那件事是什么呢 那件事就是 比如说台湾 就维持 应该怎么讲 这个应该叫荒野保护协会 对 拒绝开发了 拒绝开发 你现在以后 另外城市城内 对天际线不能超过多少高度 做不做 这里做之后 我们也很多绿能啊 对不对 也很多简单 可是做不到 因为资本家会挖角 所以说来说去 都还是资本家的逻辑 或资本家的发展 掌握了一切 所以就他们的那个需求优先 就是这样 那这个没有办法 那这个 除非你把它给 就台湾人 对啊 共和荷兰 共和荷兰 其实我 后来我都很少讲荷兰 我唯一回到台湾 只讲过一次荷兰 是在台湾社大 跟他们做荷兰的分享 因为讲荷兰 我很生气啊 因为我演讲的时候 常常讲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见怪 但是真的是这样 我讲一件事就是 荷兰一年的工作时数 比台湾少1000个工作小时 一天工作8 一天工作8小时 就是一年少125天 一年才365天 他一年少我们125天 OK 然后呢 他的房价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 他的GDP可能是我们商倍 他只要花他购买力的六分之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人叫荷兰人 你凭什么叫台湾人 台湾畜生呢 不要见怪啊 但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从这些指数来比较的话 人家活的那个东西才叫人的话 你怎么可以有资格叫人啊 畜生差不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 讲到荷兰人就很理解 但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思维啊 对 OK 不好意思 所以说我接刚刚那个女人话 就是说 当年啊 有一个被称为所谓的民族英雄的 把荷兰人赶走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国还是荷兰人多好 一个礼拜只要上班四天 他公平所得是 目前的三倍四倍 对不对 换一个方向去思考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荷兰人的话 好 我要问一下 有点比较那个政治的概念 就是说因为君自荷兰来嘛 然后我讲说荷兰人 他变了一个小国 也是小国 比利时 他也是从 他也是从一百多年前 从荷兰独立的 然后比利时 北部好像跟南部的 也是用分那个跟我们台湾 目前的状态也是有点像 然后他前年有一个状况就是 再没有内阁 就没有这个 因为那个党派分争 没有内阁 相信一整年都没有所谓的那个 内阁 然后他是每个地方都管理得很好 国家还是在进步 嘿 那这整个国的状态 他是小国 比我们更小的小国嘛 因为荷兰人跟我们差不多 他比利时比我们更小 然后人体比我们更小 可是 比利时的北部叫什么什么 法兰斯特嘛 那个Frenders Frenders是 然后他们讲Fremish Fremish 然后就法兰德斯 法兰德斯 是受荷兰人影响 他其实讲的是荷兰话 那只是他们把荷兰话叫Fremish Fremish 而南部是雷什么 他们叫瓦洛 瓦洛 是受法文还叫生 就讲法语的 法语 法语 但是南北还是有点分支的状态嘛 然后因为那一次的那个党政的分争 導致那个内阁一直都没有出现 所以讲第一整年还是维持 整个国家运作还是很好 所以这个还蛮满满 满足那个政府主义的那个状态 然后我就想说 那你可不可以比较一下 比利时跟台湾目前的那个做下比较 我觉得差一个东西 当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称比利时 这个整个南北 因为他们的Fremish 跟那个 那个 瓦洛那一边的 那个讲法语的 他们之间 找不到一个内阁 很简单 因为北部的经济更好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没有优越感 我们没有说法语的优越感 北部经济更好 你说办团 我们来吃 很不错 有很多因素 语言文化族群上都有很多 比利时有一个国王 那我那时候我们朋友就提一个idea 他说 其实那时候比利时国王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两边才找去 那我们应该把比利时国王 迎接来台湾当国王 然后马上变成比利时 就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 只有比独问题 比利时独立在台湾 对吧 开玩笑 当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他当然还有很多族群 历史什么什么的 那个 但你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跟别人的主张 不一样的部分 跟别人主张不一样 一个好的制度 对不对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 再就是说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 它可以让我们的问题 其实是 就像那个没有 就是说他没有内格 可是其他地方还是治理的 很好的 那所以我们要首先 是想用什么样的制度建构 我举一个例子好的 比如说现在还好 买那个 今天我做台铁 我是在那个save买 但是要多8块 那我用那个 他的那个机器什么 iPhone那个 但你知道吗 以前荷蘭多好玩 荷蘭我都一直以为 我常常讲这个例子 就是说 我一直以为荷蘭是一个 我要讲这个例子 是要讲制度建构的 荷蘭真的抹得超烂的 你知道吗 常常 比如我 比如我到盘房子 我上面也在盘房子 他叫搬家工人 叫我在盘房子 我搬 我是一辈子 他七辈子 我搬很大的盘房子 就是我刚才看那些工人 都在做 诶 我怎么在盘房子 喝咖啡 五分就喝一刀咖啡 我搬了盘房子 我只是来 把我朋友盘房子 搬一盘 搬东西 你知道吗 我就说 怎么是我搬家工 你不是搬家工人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就是他们 可是后来 不是 他们是有一套 就是说那种制度建构 那个东西真的是很科学 所以一个好的一个那个是科学的 他们去买车票的时候 我知道 我要到比利时去 就到安德惠普 就荷兰那个北边 不是 比利时北边 比较出名的那个干扣 然后很出名 比较 比较兴盛的那个攀东西 那个地方 然后去买的时候 因为我排第四个 我来 整个人爬 拜托我明明 排第四个 我排了快20分钟 你知道 我要赶火车 气死人了 那不然死荷兰怎么 内心就来 为什么这死荷兰人 我开始垃圾什么都出来了 你知道 开始诅咒了 可是等我被服务的时候 我说 诶 不好意思 他第一件事 诶 请问一下先生 你26岁了 我靠北啊 你又三十多年了 他说 没有 我们26岁以下 有那个年轻打折票 才七折八折的那一点 诶 请问一下 你是周末要去吗 我说靠北 我就现在要去 周末不要去 他说 周末从星期五开始算 我们星期一回了 这样有多少折票 然后 诶 你是什么吗 符合什么条件跟资格吗 因为有什么 promotion的一个package 他就这样跟着 我说没有 我就是现在要去 那当时我就觉得 啊 原来他是把我 应该要知道的资讯 全部告诉你 那么东西叫做服务 然后 可是我在想 这样不对啊 我就这样 一天要卖纸张票 结果 因为我的火车是在上面 所以我站在上面看 你说不对 我大错特错 我才发现九成的 根本不需经过柜台票口 他们都经过机器 那一台机器很方便 嘟嘟嘟 大家要买的就走 九成的机器 完全不需要人工服务 需要人工服务 是例外跟特别 也就是什么 他的机器 那一个制度建构 解决了九成人口的需要 然后另外的四个percent的需要 可能是特殊的需要 在经由人的服务去补助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 好的大意识的制度 解决了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 也就是他不会招奸太多 然后再透由省一世民主 要花比较长时间的 细细坐下来谈的 解决那百分之二十 跟三十特别的问题 可是台湾没有在讨论 大意识民主 所以我跟比如说 反服貌中 我一直在主张一件事情 首先台湾最大的司令 是大意识民主司令 大意识民主司令 不是因为要用神医师民主来补充它 而是要重新建构一个 可以让台湾大意识民主运作 解决七十到八十个percent 问题的大意识民主 那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建构 怎么可能 如何而可 这才是台湾人要去问的 可是台湾都问错 包括很多学者都问错 一看就讲神医师民主 神医师民主 如果被运作投给你 不可能单靠神医师民主运作 就像我跟你讲 不可能单靠窗口服务 服务所有人去那个 这样服务下去 根本一天才卖 一百张票而已 对不对 你算一下时间 一个人五分钟 一天卖多少票 这不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一定要这样 所以我们台湾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如果建构一个 打造一个有效率的 能够解决百分之七十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这个东西在哪里 这才是要问的 可是台湾人都不问这个东西 他都被挑 人性的服务的那一种 我也会讲 但问题是 如果讲那个东西 只有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那只有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真的 能够解决问题 我又不是要自我感觉良好 证明我比较那个 我没有要这样 我不喜欢这样 所以台湾人应该 到现在要问 一个好的制度如何而可能 如何而可能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要很认真的去面对 可是台湾现在比较少 去谈这些问题 对 这是我能够 从国外的经验去看到的 所以当到这样的时候 内阁总理出不来 那也是同样原始 生活还是我活的 对不对 是这样 对吧 可是他们还是会有那个 混乱的时候 比如说罢工的时候 但这是好事 罢工就像出诊子 垃圾没收 跟中國交流的那部分 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後分享 就是 就是我覺得跟中國交流的話 就是把它當成一個國家啦 他們就是一個國家 我們自己的國家 把它當成一個很大的敵國 這樣子來跟他們交流 可以跟一些比較認同民族 或什麼價值相關的人士 也可以做一些比較好的討論 可以了解他們這邊的狀況 然後我們這邊的狀況可以互相瞭解 那再來就是 我甚至也想像說 是不是現在都有很多路客來台灣 是不是我們乾脆把一個攤位 說是這個來台灣必有的景點 用那種來包裝 都帶他們去證來我們紀念館 來折舞啊 甚至這樣一劈一劈過來 回去之後 中國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就說因為很有趣啦 所以中國就直接列寢有可能啦 因為這種地樣子很可怕 分出那種小特質有沒有 像小黃書一樣啊 民族的 就是激發他們那種對民族自由 告訴他們 你看你們的義勇軍進行曲上面講的東西 就是你們現在的現況嘛 就用這種他們的知識的了解 去反抗 就是挑戰他們的思想 說不定會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啊 因為我覺得啦 台灣要走出自己一條路 其實還是要 他們自己要有點封解龍才有機會啊 不然一直講朱迪 其實最後如果他們封過來也是 就就爬掉了 所以如果可以幫助他們列寫 我覺得其實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路線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點是 我不會想問一下 在吸引這方面的女工什麼看法 對 然後再來就是關於黨產的部分 就是因為現在一直在推那個 討黨產的活動嘛 那因為黨產實在太多 就是目不暇擊 不過我很想知道說 到底如果真的假如公投都過了 我們可以討哪些東西回來 因為其實齁 有些東西他過戶給一些人頭了 然後其實也回不來 那個東西都超多的 對啊 就是了解這哪個部分 一個部分我沒有答案啦 我就答個 因為就中國這個我問你 當然我自己覺得那個 但就中國人是這樣 我一直覺得說人是這樣 我們伸出手 如果對方不伸出手 我不可能的 那天助自助啦 所以如果中國人說 我要當地祝國的鑑娛 民主只有從來就只有在內部 自己的人去爭取 旁邊外國的人 只能做人權的那個救援而已啦 他沒有辦法替你爭民主 就像我們對菲律賓的人的苦難 只有國際人道的這種責任而已 我們對他的民主 這不是我們的責任 很難啦 除非他迴反了什麼樣的 人道的 不然真的很難 因為人家說在國際的這個政治裡面 沒有介入人家的國家的內政 這個是很困難的事情 不會 第二個就是說 黨產的東西 我說不要奢想黨產真的 錢可以真的拿回來 重點不是這個東西 因為早就都轉掉了 你知道國有很多的早期的Hotel 全部都是紅棚黨的黨營事業嘛 你知道早在李登輝上台的時候 找劉太英來管黨營事業 他要把這些東西回收的時候 因為早期的黨營事業都放在私人的口袋 所以叫劉太英為什麼叫大掌櫃 就是找他來把所有的這些黨營事業 就黨產要把他做一個統整 很多人因為賭了李登輝 早就放進私人口袋 然後黨產裡面還有很多的部分 其實最可怕的是他有85%的都是看不見的 不是房地產 房地產真的有小錢 85%的投資事業 包括之前你知道高雄七暴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一件事情 最近不是有說 為什麼八千業者用那個粉塵趴 那個什麼color plant 然後就是說有這麼多的那個整個城暴 然後哇這是國難 然後馬上第二億倍金 高雄七暴就沒有 為什麼 雖然有人這樣質疑 可是都沒有質疑到別 那一條管線是黨營事業的管線 台灣故事都講一半 所以那是一個黨營 就是說黨產殺人事件 他的故事是怎麼樣 他那一條管線 在2006年的時候才賣給李長毛化工 那一條管線是中油埋設 在吳敦義任內用柴油管線的名義埋設 就是申請 然後轉給服具實話 板營事業來的 然後服具在2006阿扁查黨營 賣給李長毛化工 所以李長毛化工是打賽 這個黨營市政府也是打賽 因為 這個都叫內線交易啊 你怎麼知道靠胚 或者這樣那邊線交易 明明就查有中油啊 所以當時候都根本不曉得李長毛有啊 因為這樣轉的過程裡面誰知道啊 雖然是黨產殺人事件 雖然你知道台灣人 就縱使他要就是說罵說 喔那個有第二玉背金 男部人比較操真 可是他還是不知道真實的 背後的真正的那個故事是什麼 所以你知道 就黨產是慶祝男說 要不回來 我在外場就是說脫手 然後在這個資本主義的 這樣的一個遊戲裡面 其實很多東西你都 但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如果可以清算 就要清算什麼東西 我們要清算國民黨的任何一個 因為他有八成五多投資事業 然後他有很多東西都轉 你必須交代你這個東西怎麼轉 每一次交代 就是列解你國民黨的政商關係 只有這樣才能重建 台灣的政治跟商人之間的關係 不會這樣的景品跟賈場 就這樣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已經像我內心說 我都不失望他媽的這些 人民的錢可以拿回來 國家錢拿 我失望那時候好吧 我砍掉你 砍掉你的政商關係 而且你知道砍掉政商關係 台灣即將經濟也會再造 會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也是台灣的一個契機 台灣必須要有關係 才能夠包到這些 然後包含你都內心教育 對啦 只有這樣子中小企業 他的那個有競爭力的 研發跟產品才有機會 得到政府的工程 不會是有關係的企業 所以這是為台灣 提供一種新的可能 所以為什麼黨產一定要 我們是透由黨產 來清理國民黨 其實不是清理國民黨 清理國民黨所建構的 綿密的複雜的 家產的政商關係 透過這個東西的疏離過程裡面 再造台灣的政治跟經濟的資料 我們用心是在這裡 所以 黨產公投台灣人 啊 黨產 只要拿回來而已 沒有 其實背後才是這個東西 然後我對民進黨 非常非常討厭 因為今天有一個報紙 民黨根本是個派系黨 我們在那邊討厭 兩個多月前就已經跟民黨講過了 因為我們本來第一階段可以成功 那後來因為民黨沒有配合 所以第一階段就失敗 那民黨就是因為 蔡英文她已經 收藥發工出去 公職人員要配合來收 那只要他們來配合的話 那就第一階段過了 一個階段隨著選舉 我們就可以來吵鬥她 吵鬥她說 其實是為了做什麼 做我剛才講2016之後 2016之後 我們必須要讓台灣人民 知道一件事情 知道說2016之後 才是台灣取得 政治再造的機會而已 那只是取得 政治再造的機會而已 都代表你2016之後 馬上會變好 因為要再造的過程 一定會進入隧道期 台灣人要告訴自己 然後經濟上 會被中國給縮起來 那縮起來怎麼辦 縮起來怎麼辦 那縮起來你就要告訴他 我們政治上正在變好 或我們在進行政治改革 你要有一個議程 讓台灣人民不會整天靠腿 說你看經濟又不好了 怎麼樣又不好了 你要說不會 可是至少我們政治變好了 反正自己的經濟就這樣了 所以在經濟的現況之下 要進行經濟分配的正義 把拼經濟發展 過去的拼經濟等於拼經濟發展 就拼GDP發展 變成拼經濟分配的正義 叫做拼經濟 讓世代感受得到 那一種分配的公平 這台灣要做 這台灣才是台灣的戰略跟方向 跟我覺得公民的這些運動的 你要站在一個高度思考 可是台灣我講這一番話 背後沒有人 就是說我才很少會聽到 我這樣在講這些事情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推動黨產 其實它背後的原因 其實是這個東西 我有一個possession 我有一種圖像 一種投射 也是這樣子 是在這個投射之下 我想要往那個方向去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時間要做這件事情 那怎麼去做 所以 但大家就覺得 因為我們遇到 勞異體 那勞異體沒有解決 還是一樣繼續發暖發炎 只會潰爛而已 甚至未來要結支 對吧 你沒有處理就是沒有處理 它不會自動消失 那台灣人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就有點難過 因為我關於黨產的問題 是這樣 關於中國 我也沒辦法講 對啊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觀光客人會帶來了 我們的地景的改變 你知道嗎 花蓮已經不是花蓮人的了 因為花蓮現在都產紅山谷 我們高雄是什麼 鑽石層你們知道嗎 比利時的安特衛福 就是鑽石層 世界上你們都說 可是我們高雄是鑽石層 我後來才知道 這個要寫這一句什麼 因為好多只有服務 那個阿拉嘎的那個店 都是賣鑽石 台灣人沒有辦法進去 因為你要拿中國的護照 那好幾間 而且台灣人也客不到稅 因為他們都直接連相打 對啊 我才知道 我就是朋友跟我講 我講 喔 高雄原來是鑽石層 然後我們又跟 比利時安特衛福進了一步 因為比利時安特衛福 是我歐洲 第二個喜愛的城市 所以我覺得 欸又接近了一步 因為我們其實是鑽石層 但當然這有一點淡淡的哀山 OK 對啊 大概也就是這樣 對啊 應該 今天因為時間差不多 然後我們謝謝一騎他今天來 為我們詳細的解說 然後歡迎剛才就是講到擋產的問題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我們今天生意 就是現在推那個26公投擋擋產 然後我們今天有帶那個連署書來 就是如果大家認同 剛才一起跟他說的裡面的話 他可以幫我們就是簽一下連署書 就是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就麻煩各位 然後如果想要翻閱這個 打狗萬七的本書的話 也可以跟我來見 那我們今天這個 中堂課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 謝謝 我們也在組建台中的基金車禮的這個分部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大家可以來參與 台中有基金車禮 對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來做自動的話 可以來跟我招筆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就是現場的朋友如果願意前連署 等一下可以找基金車禮的朋友前連署 那在前面還有這個扇子 其實就是最近其實 就是高中生他們在推動這個 反克肝微調的一個運動 那這個扇子 其實是台中全面罷免 還有導國賢進的朋友 他們就是用手工 去把這個扇子這樣子組裝成成型的 那他們這兩天其實都有到各個高中的考場 去發這個扇子 那有興趣的朋友 那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就是拿幾支扇子 回去發給大家 那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 注意一下就是7月5號 就是全高中生在台北跟台中 都有這樣的活動 來進行就是抗議反黑箱課綱的一個活動 那台中的話是在 霧峰霧峰的國教署 那最後就是還是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禮拜哲學星期五的主題 我們要講的是死刑的存費 那相信下禮拜不會很熱鬧 那也歡迎大家就是一起來聽 那禮拜前再請大家幫個忙 把椅子收起來 黑色椅子把我貼起來放到旁邊 謝謝大家